哈喽 各位亚洲贺宝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湾的Gini 那我非常开心呢 也很荣幸可以在这次受到亚太太的邀请 来跟各位分享有关约会顾客的部分 那我和每一个人都一样 在来到贺宝福之前呢 其实都是因为有产品上的需求 才来到这边的 那我从小到大呢 都是一个小胖妹 那从小就有非常多的绰号 在我身上 比如说肥肥啊 短短啊之类的 但是我回家问我爸爸说 爸你觉得我胖吗 我爸都觉得不不不 你一点都不肥 你是我心目中最可爱的女儿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当我的人生来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这是我的产后第二胎 是我人生的最巅峰 那我非常感谢贺宝福的产品呢 除了让我在上雨时期 健康的瘦下来之外 让我的精神体力更好更健康 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这个 这一次的新加坡 我们的 魁魏已久的实体的 未来总裁之旅的 party上拍的 那现在的我呢 已经43岁了 所以我非常感谢贺宝福的营养 可以让我保持 这么好的状态 直到现在 那当然我更感谢 贺宝福的市场 想要计划 当时的我呢 完全没有想过 我会经营这个事业 但是当我进到 顾客日之后 我看到很多人 因为变瘦变健康了 长肌肉了 然后愿意分享这份营养 帮助身边周遭的人 然后他们有额外的收入 甚至有更多的时间 跟更多的财务的自由 我决定来到贺宝福 帮助更多人更健康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场 国际大会 也是在新加坡 当时的我呢 原本只是为了每个月 有10万块台币的 额外的收入 我觉得我就可以 有很好的生活 因为当初我加入的时候 只有26岁 我觉得哇 如果一个月 我愿意分享 这份健康产品很棒 公司很棒 我愿意努力 我可以有这个 一个月10万块 我觉得已经不予匮乏 我觉得对我一个 26岁的女生来说 非常够用了 而且我还可以有 家用可以给家里 但是当我去到 第一次的新加坡的 世界主训练的时候 我看到原来这个国家 这个产品 有这么多的国家 的人在使用 甚至这么多人 带了这样的使命 那马克修斯 希望让全世界 更健康更快乐 所以我带了这样的使命 回到台湾 我告诉自己 我要在贺宝福里面一辈子 那这是我自己 开设的营养俱乐部 那我是从总裁之后 才开始开营养俱乐部的 所以其实在贺宝福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 事业方法 我不知道现在在做 各位的事业方法是什么 但是对我来讲 营养俱乐部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它有社群 有环境 有氛围 可以让每一个人 在这边得到健康 重点是这里面 会产生一个又一个 感动人心的故事 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那透过营养俱乐部 不断的耕耘跟深耕呢 那我也完成了 就是我的二星 15K的考核 那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我在去年才买下的 我的第四间的房子 就很好 现在我们全家人住进来 非常开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场地 然后房间很大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幸福 那再来就是除了我们自己 全家人健康上被照顾好了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很棒的 食衣住行之外 我们秉持着贺宝福 Casa Hub Life的精神 我们也开始做了很多的慈善 那包含我们会对 这个台湾的贺宝福之家 我们每一年会去探望他们 那给予他们需要帮助的 物资或者是陪伴 对我来说贺宝福的事业 是不断在成长跟进步的 也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市场形象计划的调整 到DMO的调整 因为在我成为总裁组之前 的DMO是我是缘故 转介绍 路上DS 发传单 跟陌生人分享 一直到营养俱乐部 对我来讲 每一个环节 就是贺宝福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在改变 跟进步跟成长 那当我愿意接受 每一个阶段的改变 跟进步跟成长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事业 又会再一次的爆发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跟甚至是贺宝福这个事业 其实改变是必须的 但如果愿意追学这个改变的脚步 而让自己越来越好的同时 我会得到出乎意乱的结果跟成就 包含这次的优惠顾客 但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会精致满意顾客 因为我们在会议当中都有听到 Lion Westburn 我们要做满意顾客基础 然后我们开始有新的MAP计划 这些都是新的想法 跟新的思维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对于这个 优惠顾客计划是既 兴奋期待 但是又害怕 无法提升 怎么办 但是呢 当我真的开始行之后 就像我前面跟各位分享 其实任何一个新的方法出来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跟他的优势 如果愿意突破现状 愿意尝试 愿意改变 愿意行动 都会找到答案 那在我开始分享之前呢 我想先给大家看看我的数字 那这张图表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在各位的左边这个图 是我2021跟2022的 我的这个优惠 就是我的会员 那当然我们是去年开始 实行优惠顾客 那加入的都是新的优惠顾客 那我开始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我的优惠顾客呢 成长了31% 那他们除了就是 我新加入的人数变多之外 那代表这个部分 在我的组织当中 其实很多人是非常认同 并且愿意去实行这样的计划的 那当成长率增加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是活药率 各位可以看到 你们右边这样图表 在活药率的上面呢 其实我的每一个新加入的优惠顾客 他们的续定 他们的活药度 都是非常棒的 那很感谢公司整理这样的数据给我 因为其实如果不是公司 我也不知道原来这是 我的数字其实是长这样的 那我觉得其实还让我 就是让我蛮有信心的 很受鼓舞的 那我到底做了什么 在一开始的时候 当优惠顾客计划出来的时候 首先我先跟我的团队沟通 因为我自己得先厘清我的想法 当我想 我想清楚之后 我发现 其实如果今天 我们可以做很好的分层跟分流 让所有该是顾客的留在顾客群 他想要经营 他愿意学习 他想要成为教练 他愿意为他的顾客负责任的人 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 成为我们的督导 跟我们一起在市场先要进阶 那这样子的分层 跟这样子的分类 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顾客会在他的满意顾客 他会真的是非常棒的 优惠顾客满意顾客 他会有很棒的续定 他对产品有很大的产品感动 他会持续的续定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当我厘清了这个想法之后呢 我就开始跟我的团队成为人沟通 让各位知道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那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忘了招募 我们不能忘了把优惠顾客 提升成我们的督导 但同时我们又不能把 不想要的人变成我们的督导 那不是我们要过 所以我们要学会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分类 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他现阶段想要的是什么 他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 他会感到舒适 他会感到喜欢 所以当我沟通完了之后 我们整个团队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结论会是 如果今天你持续有规律的开发 那每一个进来到优惠顾客的人 我们有做好足够的分层跟分流 把该留在顾客的人 原来优惠顾客 我们做好受服 让他有持续的续定 我们的个人点数是不够担心的 好那每一个阶段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观念跟逻辑要有 接下来我们再看 那我做了什么 去做 去让我的所有的伙伴 跟我团队的成员 可以做很好的分类 好那首先在我的团队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流程 所有人都是先找到 有需求的名单 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 不管你是用营养俱乐部 摄取媒体 陌生DS 转介绍 等等 你用任何你擅长的DMO 去找到有需求的名单之后呢 那因为我们的团队 是有开设营养俱乐部的 营养俱乐部是一个 很好跟人连结 甚至你可以确定 跟他关系的建立 还有你可以follow up 一个非常好的场地 所以呢当一个有需求的名单 进到营养俱乐部之后呢 那我们会跟他沟通 你的身体指数 然后你有哪方面的需求 你想要增重 长肌肉 还是运气保养 还是减重 当我们了解完他的需求之后呢 我们会确定 他是否可以配合 比如说他愿意配合了解产品 愿意每日很认真的使用产品 有规律的时间回来做 售后服务 那直到每一周的进度 跟可以追踪甚至做一些调整 让他有更好的效果 那再来就是他愿意 参加一些活动 他可以了解健康的知识 产品的观念 他可以知道如何 让他的计划结束之后呢 可以维持 他的健康的体态一辈子 那如果都OK之后呢 他就会拥有一个属于 他个人专属的 体重的管理的计划 那我每一个进入 体重管理计划的学员呢 我都会邀请他进入 我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因为就像我刚说的 如果今天他想要 使用完产品之后 他是有非常健康的体态 可以维持一辈子 那么体重管理挑战赛 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他会在里面 他会有一个 他会有同才 他会有环境 他会有互相 可以互相支援的部分 那在营养俱乐部 是属于店长 跟教练 他个人的社群 然后他就创造出来 氛围他自己个人的学员 但在体重管理挑战赛里面 会有非常多来自不同店家的 店长跟学员 互相的交流跟学习 那这个效果 跟他学到的东西 其实是会更多的 所以呢 这个人他就会进到 我的体重管理挑战赛里面 那我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转运战 在这体重管理挑战赛里面 除了我创造一个环境跟氛围 可以每一个人都有 共同的目标 什么目标 就是健康的目标 大家来到这个原地 都是为了健康 所以在这个里面 是健康的氛围 正面的氛围 互相鼓励的氛围 开心的氛围 很舒耀的氛围 是我创造的 那在这个氛围之下 我们就会开始邀约 他们去各个不同的会议 去在他的体重管理挑战赛里面 去为他自己加球 加分 那当然这是体重管理挑战赛里面 设计的一个环节 让我们的写中更有趣之外 那这个会是一个 很重要的分类的环节 我会知道每一个学员 他愿意去到哪一种活动 跟会议 跟他是否愿意持续的去 那我可以清楚的到他现阶段的 他的状态 跟他的想法 所以呢 我的体重管理挑战赛会 要约所有的学员 进到我的这个STS 进到百万 百万富豪 我们自己团队组织 办了每个礼拜三晚上的 成功分享的会议 然后还有健康讲座 HOM 风云盛会 甚至风尚之旅 等等等这些 大大小小的会议 去做分类 当所有的顾客 去完会议之后 出来 那我会问他 所以现在的你 你会希望跟我们一样 当一个分享健康跟快乐的 健康大使 然后愿意学习 当一个教练 帮助别人获得健康 还是你觉得现阶段 你先成为顾客就好 那当然这样的过程 并不会只有一次 而是在每一次的会议之后 我都会重新确认 重新分类 所以对于顾客的 现阶段的想法跟需求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在每一个时间段 清楚的知道顾客的想法 你会分错类 你会不知道把他该放到哪里 那甚至是 你会错过优惠顾客 他可以成为会员的时机 好 那我在体重管理小学赛里面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 我会建立产品的知识 在体重管理小学赛里面 建立产品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为我要让每一个学员 对产品有信心 并且认同 他才会愿意放心的使用 才会有最棒的效果 一个人他来到你的身边 一个是因为有需求来的 所以说我的教练需要做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让他 他想要的效果跟需求 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你完成他的需求 跟你让他得到他想要的效果之后 才有办法建立关系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 让顾客得到他想要的效果 在越短的时间里面 让他越满意 我们越可以跟他建立新的关系 因为他是为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来的 你越快给到他 他越快对你产生信任 当信任关系一建立起来之后 他会跟体重管理小学赛 其他教练跟学员 也建立很棒的信任关系 跟连结 这个时候就很好邀约会议了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邮会顾客计划这个方案开始之后 其实邀约会议是重要的 如果我可以把 我的顾客都约到会议当中 我就可以做分类 我只要有机会进行分类 我就有机会找到我的会员跟督导 这样大家明白吗 但如果今天这个顾客 他看不到更大的贺宝福 他看不到更多的可能性 跟更多的故事被启发的时候 他其实很难被提升 跟甚至他会有被启发 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所以其实在这个贺宝福的 这个事业当中 邀约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当我们开始 做了邮会顾客计划之后 那OK他可以在里面 开始有所有人一起邀约参加 各类型的会议 那当然我们的学员会有 愿意参加不愿意参加的 那愿意参加的 有只愿意参加几个的 不愿意参加几个的 有愿意参加所有的 都有 但是我们就是要去找到 一层又一层的分类跟分层 去找到那个 他就是愿意参加所有的 然后告诉你 我觉得很棒 所以第一个建立关系的对象 一定是自己 再来会是体重管理讨议赛 里面所有的学员教练 再来要让他对团队 你所属的团队产生信心 再来最后要让他 对贺宝福公司有信心 他要爱上你 爱上产品 爱上团队 爱上贺宝福公司 最棒的就是爱贺宝福公司 很爱很爱 那就最棒了 那这个时候 当他对所有的团队也好 对你也好 他都是很喜欢 并且充满信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才会告诉你 我觉得很棒 而且就是他不告诉你 我觉得很棒 他的行动会开始做转介绍 明白吗 那我觉得转介绍 也就是成为健康大使 这个人是我的招募的 第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人群 我们顾客 他成为了健康大使 这个人他是转介绍 他是招募的第一步 就是当他有这个行为 跟这个行动的时候 有两种人对我来说 我可以分类 他会成为我的会员的人选 他甚至会成为我的督导 就是他告诉我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很棒 我想跟你一起 另外一种就是 他可能不见得说 但他开始分享 他的效果在社群 他开始说 我那个谁谁谁有需要 我想带我那个谁谁谁来找你 下次的活动 我想带那个谁谁谁来 他开始做转介绍的动作 那这两种人都是我觉得 很有机会 可以成为我的合作伙伴的人 他很有机会会从 优惠顾客这个群体 成为我的会员的人 OK 所以这是我的体重管理产权里面 做到的事情 那当然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进入到会议 分类 最终产生 有转介绍 甚至告诉你 我觉得很棒的人 OK 这样明白吗 好 那当我这样做完了之后呢 我发现 我的这个 不管是我的新的 这个优惠顾客的人数 甚至是我进来了 成为优惠顾客的 这个活跃度 那当然呢 其中也会有优惠顾客转成会员 甚至成为独岛的人 那这会在什么地方 跟大家分享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为了确保我自己做的是对的 跟我为了确保我的团队伙伴 跟我在做同样的事情 那我是非常善用鼻子握客 我不知道各位领导 在你的事业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鼻子握客 如果你想要了解你组织的概况 你一定需要鼻子握客 因为人跟人有这个情绪 数字是没有情绪 非常客观的 那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 直接问很尴尬 数字你可以一目了然 但你知道吗 不管你的团队大小多少 其实鼻子握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秘密 所以当我开始愿意去面对数字 我开始愿意改变 学习 会用BZWALK之后 我真的发现太棒了 那BZWALK我不知道各位 如果你有在用的人 你看什么 以前的我很肤浅 就是只看督导点数 因为我要知道我三代RO 我要知道我的RO多少 这个月业绩多少 除了看督导点数之后 我还看什么 我还看我的支票 所以就看完RO之后 然后就看我的支票 我每个月可以领多少钱 好 这是刚开始的我 但是我也是开始了 好不好 那后来呢 我就开始去看到很多其他数字 包含组织分析 包含在还没有优惠顾客之前 我会去看会员的点数 当优惠顾客出来之后呢 我更认真的去看我的每一个顾客的点数 好 首先先跟各位说 在BZWALK里面 我们可以去找到 就是在BZWALK里面 会有一个就是优惠顾客的这一栏 你可以去找到优惠顾客的点数 那我现在看BZWALK 我会看优惠顾客的点数 会员的点数 然后我才会知道 就是会成为我督导的人选有谁 可以跟我一起打拼的人有谁 所以其实这两个点数算是很重要的 我确保我的前端 我有没有就是被迷惑了 我的人都留在优惠顾客 没有办法提升成为会员 所以我要确保我的人是有办法可以进入到我的组织里面 成为我的组织点数的 所以我的BZWALK我会去看优惠顾客的点数 那我会去看每个优惠顾客 他们的这个每一个部分 那我们首先可以先看到这一份是这个 我会去看到我的优惠顾客的折扣 那当然我会希望我的顾客在越短的时间里面取得越高的折扣 那大家都知道优惠顾客的折扣最高就是500点 经级会员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部分呢 我看到的是这个最近这三个月 那目前只有一位还没有达成 那我就会去了解一下 他的状况是什么 他为什么还没有达成 那因为我们都是三到六个月的计划 所以基本上要完成这个经级的点数是非常容易的 那当然我们要 我们要让他走这个三个月左右的计划 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让他知道 为什么你需要 那你需要配合什么 并不是一罐一罐买一罐一罐吃你就会有效果 因为营养的改变 身体的健康 细胞的变健康 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时间去累积的 那如果你只是有一餐每一餐的 其实你很难看出效果 那我会让我的优惠顾客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拿他最高的折扣 因为他的计定 甚至他吃产品的量才会更大 所以这个部分我看到这个 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我会去看 那我的组织当中 有谁是有在推荐新的优惠顾客的 包含可能他是优惠顾客推荐优惠顾客 可能他是会员推荐优惠顾客 OK那我会去看 有谁推荐新的优惠顾客 那可能是我的督导 那再来呢 我会去看我的这个续定的状况 那其实我看我的顾客的这个新增人数 这个PPT我是看我的优惠顾客的新增人数 在我的个人以及我的三代内 我会知道他们的开发的状况 甚至是是否有转介绍 那有转介绍的优惠顾客 他是否他是愿意成为我们的议员 成为会员 甚至可以成为督导的 那再来就是我会去追踪我的顾客的讯定的点数跟习惯 并不是我看了点数之后 我要去告诉他说 你这个月怎么买那么少 你要不要再买多一点 不是这样 要清楚的知道 当我看完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会清楚的再回到我的体重管理挑战赞里面 去调整我的体重管理挑战赞里面的内容 包含我的产品资讯是不是做的不够 包含我的教练们 他的售后服务是不是做的不够好跟不够完整 包含是否关系建立的不够 因为从这个数字里面 我可以看到的是 我的个人的售后服务可以有哪些的调整 地方可能是我缺乏的或者是我忽略的 那回到我的体重管理挑战赞里面 我会知道我的系统需要做哪些调整 我觉得这都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的体重管理挑战赞 支援了我所有的教练的 这个有关于开发来的人 他会在体重管理挑战赞里面 他会看到效果 他会愿意成为我们的一员 所以其实我的系统支援了 开发 受服 然后 保留 然后甚至是提升 所以这两个数字 可以让我清楚的知道 我个人的售后服务有没有问题 我的教练的售后服务有没有问题 跟做得好的地方在哪 那我的体重管理挑战赞 做得好的地方在哪 跟有哪里需要改变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并不是看了这个之后 然后要去跟他讲说 你要再多买一些产品咯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 没有push 我们才能够把优惠顾客 留在优惠顾客越久 那再来呢 就是我会去追踪 就像我刚刚说的 会去追踪我的三代的组织里面的 优惠顾客的状况 和我事实相同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页 就是我们有好几个页面 好 那这个是我三代内的 那我会去看 我的三代内的 这个优惠顾客的 这个报表 是不是像我一样 我虽然不是每个顾客 可能每一个月都定一产品 可是我的顾客可能 他的消费习惯 他可能两个月定一 他可能三个月定一次 意思就是说 我的报表里面 不会有太多的零 就是不会说 我有一排人 然后后面都是零零零零零 所以他加入 可是他没有续定 或他加入 他没有接下来的 新的表现跟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很重要的 如果报表里面 有非常多的零 那不管是自己的 或是整个组织的 其实就要好好思考 在个人的部分 有什么地方可以更好 或是在组织的部分 那再来呢 就是健康事业会员的部分 当我顾客 他转成到健康事业会员的时候呢 我会持续的看 他的数字的表现 因为通常健康事业会员 就会有转介绍 OK 所以他会有 自己的产品使用 他会有转介绍 甚至他是全家爱用 所以我会看 他是不是有转介绍 他的购货的习惯如何 那还有就是 在这里面有哪些人 他是我的潜在的 新科读导的人数 那大家都清楚知道 我们开发的目的 就是我们要建立 我们的组织跟RO 那建立组织跟RO 就是必须要 新科读导产生 所以其实这个数字 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面有谁 他是有潜力 可以成为我的新科读导的 这是非常重要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张报表上面 我有几位都是 他不管是用 这个累积的方式 我的读导都是用累积的方式 他已经有 3000多点 快到4000点的 那我就会去看这个人 他的这个点数的组成是怎么样 他有几个短介绍 那他接下来 还是他多少的点数 可以完成督导 那我会鼓励他 告诉他 哇你已经快要取得 督导资格了 恭喜你 是做这个事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阶 我会去鼓励他 甚至我会去了解 他的状况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新科督导的产生 我们才会有新科的活药督导 跟新科的活药世界 也就是这次的未来总体 就讲到的 我们要找到种子嘛 然后石头钻石 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我会在B字walk里面 去看到这些东西 那当然呢 我觉得在整体的这个 从去年的年底 我们台湾上市优惠顾客计划 一直到这个今年 那我觉得目前 截至目前为止 我觉得可以被邀请成为讲师 是我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 但同时我也非常的开心 跟为自己就是感觉到 就是很棒棒 因为我觉得一定是我 做对了哪些事情 我的数据被看见 所以公司邀请我来 跟各位做这堂课的分享 那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没有很难 很简单 我觉得真正重点是 当你接触到一个新事物 跟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你是愿意接受的 然后努力去尝试的做 还是你会觉得 这个很危险 我先看看 我先等等看 都很好 没有问题 但对我来说 在每一个时间点的转换 包含从没有营养俱乐部 到有营养俱乐部 然后从有营养俱乐部 然后到本来是 4K成为都督导 然后到连续累积成为都督导 我们的心坎是优惠顾客 而不是会员 这一再一再的转变 都让我在事业上 有不同不同的发展 我用一开始的我的方法 我成为了这个总裁主 我用营养俱乐部 成为了二星转15K的总裁主 那当我们开始很认真的 按照新的市场想要计划 我们做好顾客基础 我们做好保留 我们做好售后服务 那以往在我的报表里面 是没有顾客的 全部都是经营者 但现在在我的报表里面 我有顾客 我有经营者 我有这个火药的经营者 我有火药的督导 我有就是兼差的伙伴 那我的报表开始出现 是我愿意改变 开始学习分类跟分层开始 我开始让我的报表里面 我的组织团队里面 这个层级的人 他想当顾客当顾客 他想开心快乐 当分享者当分享者 他愿意兼差兼差 他愿意全资 他愿意开店 他甚至愿意全力以赴 他有很高的荣誉感 他有很大的肩膀和使命 他想要成为总裁 所有的人我都有 所有的人我都要 那我相信如此以来 我的组织可以包含更多人 所以从满意顾客基础开始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做这个优惠顾客 那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一路以来的累积呢 那我也在今年 完成了我的三星转的考核 啊 掌声鼓励鼓励 啊 这很棒 对 所以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那我相信这只是刚开始 因为台湾的优惠顾客 才刚刚开始 那在优惠顾客之前 我们其实就要做 很好的顾客基础了 有了优惠顾客 只是让我们更利于 去做分层跟分类 这个优惠顾客 我们之前在做顾客基础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做 更好清楚的分层跟分类 对教练也有更多的 这个就是利润的空间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所以那整个团队呢 那我非常感谢 就是在台湾 我的领导 受奥总台跟教育总台 带领整个召远团队 那当我们整个召远团队 因为这样的优惠顾客 我们先做了顾客基础 然后加入了优惠顾客 我们做很好的分层跟分类 在我们的团队当中 也产生了非常多的 新的晋升位阶的推广组 然后2500 富豪组 甚至身心正K的总台组 我的领导也成为了30K的开心 那我也非常感谢公司 不断不断的 不断不断在思考 如何可以让 自销商更好 如何可以让我们更好 如何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保留 我们的事业是建立在 我们的很坚固的基石上 不是建立在沙土上 然后让我们可以 很稳定的发展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事业 甚至是越做越有信心的 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公司 一路以来不断的 只想如何给我们更好的 那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不断的追随 然后不断的支持 然后甚至在其中 找到更好的方法 去互相交流 那马克就是说 我们不在乎你短暂的成绩 我们在乎的是终身的成就 没错 所以各位伙伴 不论你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 那都不是重点 那都不是重点 那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 现在你在什么样的位置 你在什么样的阶段都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 你是否要在这里一辈子 如果是 设定你的目标 然后有耐心的走向他 短暂的成功 他不一定是坚固的 但是当你有耐心的走向他 你一步一步的踏稳 然后做好很好的分类 分层把人带进会议 分类分层 然后找到真的是认真的 想要跟你一起往前迈进 也定位在贺宝福里面的事业伙伴的时候 相信我你会得到你想要的成就 你会得到你设定的目标 然后这一步一步走来都是扎实的 稳定的 然后有一天你会砍肩 你会砍肩 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 然后把优惠顾客计划推广到 我知道现在亚洲区只有五个国家有 但未来我相信会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都有这样新的政策产生 那已经拥有了这个优惠顾客计划的 就是我们亚洲区的台湾菲律宾 然后香港泰国跟日本 我们要非常的珍惜 我们有这样的优惠顾客计划 更应该利用这样的新的制度 把我们的事业带到更稳健的地方 然后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甚至带领你整个团队跟整个组织 有稳健的组织 完成他们的目标 完成他们的目想 我们都可以实现的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